到庙里拜拜 法相指道 和额头一样高 和神明对话 不少寺庙 拜佛拜神很灵验 但有人可能一踏进去 反而不舒服 不是庙不灵 可能是神明显灵吗 踏进庙里 如果闻到阵阵花香或檀香 心情舒服愉快 代表神明很接近 闻到的如果是血腥刺鼻尾 还异常想吐 恐怕此地不宜久留 见到神像 是庄严容貌 或是面带微笑 给人安定感 如果看到神像 扭曲走样 或是颜色泛蓝泛绿 看起来怕怕的 千万别硬拜 我们就来拜拜 神尊也有给我们加湿 所以我们就靠我 就在里面说 他本身一种促杀方 不少信徒分享神明显灵 感受更明显的人 额头为胀 或是手掌为龙 还会身体为热 为麻轻飘感 被轻轻覆盖感 好像被轻浮安慰 这是肉身和手护灵 正向感应 有信徒更无法控制大哭 情绪激动 因为和主神明相见欢 非常罕见难得 神明真的会显灵吗 信徒说 有些感觉 真的很难言语形容 灵不灵眼 恐怕各自有所感受 都是好些还是关 tier 是好些 还是完全好啦 不错 那些人都不敢賭 那些人都在外面拜拜 我沒後章裡的 我醫的馬祖廟 阿爹拜了那麼多年了 第一步都看廟裡 你要爬進去 爬圍牆進去拜拜的 當初要建這個廟的時候 所有的地主都同意要來建設 所以它沒有不同意的這種問題存在 拜託